做完以后六月在伦敦的Apple Hall 有一个finale 然后我每一场我都会说 你们就尽量的跟我唱吧 不管是想着这些人生的不同阶段 唱没关系 虽然身边这个也许不是那时候的 是不是啊 昨天更有意思 昨天呢 昨天那个就小孩特赌 就年轻 就大学生特赌 然后呢 就很多结伴了 我就是这话我就说不出来 是吧 都刚交上了 是吧 我就想说那这样好了 我说这样 尽量唱 虽然现在旁边这个也不见得是将来那个 也就释怀了 就跟着唱了 所以没关系啊 这方面我有经验 是吧 我有这个话语权 是吧 好 作为一个这个写歌的人呢 我想啊 接下来这段话可能会让有一些朋友呢 对我这个 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呢 得到一些比较扎实的这个落定啊 就是比较 就是他们认为写歌的人都是很有天分的 sentimental 是吧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写歌有很多算计的 该怎么写 怎么安排 怎么讲 谁怎么塑造 什么形象 他出来会怎么样 你听了这句会怎么样 接下来我怎么讲 然后再怎么讲 把你带带带带带到这里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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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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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我们做的 然后呢 写歌也不是 每一个歌都是 心甘情愿的 或是 哎呀 那种 才华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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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我们是会有 碰到 提 得提 这个不是很有感觉的人写歌 或是 不是很喜欢的人写歌 特别是可能你说有心吗 打电话来了 李老师 我是女儿 或者是 哎大哥 怎么样怎么样 明明正在 可能在凑马奖 打电话来了 或是过节放假 就是不是很有feel 还是得写 是吧 还是红了 还是得平良心 是吧 没影响 就是不是每一个都很 没有 我跟你讲 而且这是我们这行的人 都是这样子 就有时候你不见得 就是 你那么准 你神啊 你怎么写 怎么重 所以刚于这样的作品 在李宗生 很极有的 创作的数量里面 有一把 接下来 不要害羞 如果这里没有你喜欢的歌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 怂的李宗盛啊 会唱就跟我唱啊 好吧 来吧